已经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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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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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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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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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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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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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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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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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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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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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允許自己快樂,允許自己健康,允許自己性感,允許自己富有。 而你聽到這兒你可能會想,我沒覺得我,我本來就信這些。 那我想說你可能不一定,你可能不像你想的那麼像這件事。 就是大家碰到這種例子嘛,尤其可能在咱們上一個父輩可能更多, 其實家裡還挺好的,但我就不去多花一些錢,買一些更好的產品,商品。 我就剩菜剩飯,我就是拒絕把自己的生活品質更新,更大一度提高。 那這是為什麼?是不是本質上會覺得,可能我還不應該過上更好的生活。 大家可能去碰到這種情況,一個人如果他本質上沒有覺得自己能力達到一個被晉升的一個情況, 但就是他自己的一個人,但比如說領導覺得他是的,他就真的把他晉升了, 晉升之後很快他就會犯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會搞砸這個事情。 就是你印證了自己,就是自我實現的一個語言, 印證了自己其實是能力不行,自己是有問題的一個語言。 就是你的潛意識力,就是如果回到咱們前提的這個, 你必須相信自己是值得過上這樣的生活,自己值得獲得成功,自己值得獲得稅有的時候, 你就會做出正確的決定了。 那其實回到咱們最大的問題,為什麼大家做出錯誤,其實有很多人還沒有想起。 而且這是一個很深的一個東西, 回到之前說的這個,你人生的很多重大決定都不是你自己決定的, 就是你生在什麼樣的環境,生在什麼樣的家裡, 可能這個對你的信念是有很大的影響,那這些可能不是你自己決定的。 我這兒,我特別留下一個,對我們講就是, 快要健康,快要健康就很正常。 我覺得我很自然的大聲英文。 我後來想,我想這後面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是非常擁抱的心態。 包括富有啊,我本來想富有啊, 我还想还要写中国东西,开始打的是有钱。 我想还是挺个更委婉的,还是更忠心的。 但等于他讲背法的字,就自然。 就可能英文里这个文字,大家就觉得就还相对有忠心。 一到车往这中,就稍微觉得有点出血感也好, 那是不是你本质上还是有点排斥的。 所以我就特意把这个留着,我就想再讲。 好的事情就是刚才有几个朋友们说的, 就是,其实, 其实当你相信这一切的时候, 也许其实前面那些招,当然也应该去了解, 但是你自然就应该会做出一个证明。 这好的。 所以你可能调整了一个事情之后, 你其他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但可能有一个坏的事情就是, 那我调整成那样是很困难的。 但是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可以帮我来说, 那你自己就能不能打开吗? 那你自己就能打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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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就能打开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诶,这些人也就是很好,也创业成功,那这事不难呢,都会,都会,你周围,你周围的环境,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确认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 所以,最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想变成那样的人,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就去找跟那样的人在一起,让他跟朋友,让他成为一位女士, 影响你生活的人,当然我最后留意的思考一样,就大家都听过,你的价值是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价值的均值,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当然肯定都想去找,比自己价值高的这个问题,但大家仔细一想,如果每个人都按这个标准区域,那没有人有任何朋友,想成为我朋友的人,我都不想跟他成为朋友,对吧,所以最后留意的思考就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跟我在一起,怎么办呢, OK,这是一个思考,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新的某一期中,我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OK,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一个personation,然后,这个信息啦,就是, BOM是我们的,BOM是我们的,BOM是我们的,我跟简历做的播客,就是简历就是跟我关键上的精神, 所以我会在美国上呢,就会发一些自己的感想啊,包括我们会可能想做的一些,可能跳出去玩,你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但你跟现实碰撞的时候,可能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各种经济学家都经常过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系统,他这套公式都是底下,但他们只是,他公共理,我觉得很大一个区别,就是当这个,当他们的这些模型去碰撞现实的时候,很难 就,就是很多是不笔配的一个,所以,确实不要,不要限,不要进入在自己的这个认为政策上系统一点。 就,就我会觉得,其实在那个系统变化的部分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你想成为XXXXXXX这种形容词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在这种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形容词也在变,就像我可能,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以前我会觉得完美,就是你不能够做任何错的事情,然后我经常做一些不这些事情,我就会在内心狂,就是太少了情的,可是现在我会觉得真正的,就现实版的完美,就是你要接受自己就是不完美的点,就会觉得你那个,对形容词的其实定义, 也会在实变。 我觉得,可能说,我很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点是我还在酝酿,可能接下来,会再成为自己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事情,就是,你要说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不知道来做决定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做决定? 这件事是贝论吧,那我就随机做决定了。我完全个人观点,但是我有一个还挺强烈的一个体会,就是,你这么看,我们人类,就像咱们这样,质人,就是像质人,身体基因,身体基因跟我们一样的人,大概在十万年前就出现。 然后,整个人类的文化经历发展到现在,不许要万年文化发展到今天里面,但是我们,生而为人,经历的这个struggle,经历的这个孝敬,经历的痛心和大伤,可是很共同的。 overall是很 secret. 一个位置的真的非常重要 还可以 martyrdom Love Life 首次的 taith 我们一开始完 gitti放决定了。 ודi Full 就是 就是 卻写的 出案 准备 再说一句话 我们都不想 这段发现 读理 读理 ent 可 смотр 再说 好 我们 如果 是不是 我 我们 我 现在 我们 看看 咱们 就会说,我们如果能从前填出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对我们有指导的,就是因为你都把你的困难放在一代人,或者是人生间的十年的一个女人上,我觉得,我这说有点抽象,但是,你是很容易,就像回到那个那条曲线一样,你很容易看着一个非常局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宏观上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规律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体验它, 我抱怨我身边说的比较重想的,我是然而有女朋友整洁农养,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人为什么从小都不在听故事,我觉得就是他们意识到从中午是可以有,你看小孩听故事是一把头的那个声音,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告诉,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像下一代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可以怎么去解决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个展覆中提到建议的系统,但其实我就觉得,那当然是对于营家来说,要有一个系统,但是它行系统开始也要是一个输家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查的那个目标。 对于营家的那个目标。 嗯,不是说那个目标就是,对于营家来说的,但可能至少得先有一个方向,我们才查的那个方向去变气筒,但是可能我的人就很好。 但是我和我身边的一些人,嗯,我可能还稍微好,也就是我身边就是,不了解心理学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我吃饭吃的每个目标。 然后会觉得很困难,所以我想到以后,就有很多很多高高的一些情绪,所以往往就是,就是会用很多很多方法去阻挡自己去体会那个焦虑或者什么。 我也给他们发露一些什么什么链接啊,什么,可以在给他们心里这些,但好像没有什么用。 然后,所以,包括我自己在探索,也会觉得有有所欲。 然后我就想问问,在这个连这个方向这个目标都先建出来,那后面那个系统怎么办? 嗯,我当然觉得他比如说可以从,就是当他在环视里,我记得,现在那个,有一个,往上传的一个东西,我就转述给大家。 当他在环视里,他自己坐在这个房间,他在环视的时候就说,我今天能做任何事情,让我的生活变得好一点。 我觉得当你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是一个,一个好的起点。 现在网上传来,就是说,那你今天把房子收拾一下。 不是,你不把房子收拾完,就像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想我的卧室的话,我就天上那样很难把它收拾完。 但是,但是,但是你能不能,就是说,8点钟今天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的11点钟已经结束了。 这样,这个房子在11点钟的状态,是比到8点钟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可能简单到,我只是把这一堆衣服,已经在这堆了三个礼拜的衣服,用力把它放到房间,洗衣机里了。 甚至都没有洗,但我就只是做了一个,班渊的游泳。 OK,OK,这是今天。 那明天你再去想,OK,到今天,我们又能做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不见到二房,那你还可以继续加工党。 我又能做一个什么东西呢?那你,你后年再,你再重复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地化的一个,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准备期间。 其实你这么做,我相信做到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 其实已经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 我这是应该可以试试。 嗯,就是我想,有一个比较碰到我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正确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段,正确是不一样的。 是,然后比如说,所谓讲到职业生涯的发展,大家社会上的认定的所谓成功是你沿着一条路,或者一个领域,一个某个领域,一直持续地发展着。 这些是你不同的选择造成你的发展,可能到没有最终点,最终点是他成功对每个人不一样。 但,可能比如我说,目前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转换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但这个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做的正确。 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可是我就是想要试试看一句。 但是呢,比如说在过程中,可能是社会的问题,可能是很多问题,我应该不想解释,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情况。 解释到我最后已经没有很好的理由,我说,我最后就是在讲说,因为我就讲这样做。 听起来是一个特别不理直的事情,永远在这个辩论中无法移动起来。 无法移动认为有些人会给你一直在辩论认为,那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任性,你已经这个年纪了你还要这么任性吗? 可是我,其实我没有很好的理由说去,我因为有时候都会怀疑到底是不是, 就是,就是我是不是不够理直的。 可是我自己心里非常清紧,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我不觉得完全是关于理直的。 就是,因为不障碍你的这个情况。 对,我在想说,对,就是我的想说到底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就是,我比如说我,那,OK,我的问题应该是,我应该如何去支持自己。 对,我应该如何去支持自己。 或者,比如说我听到,因为我以前说一下,我是做一个钢铁直男在, 所以,你不是这次是,而且,你也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大部分。 如果我听到的时候,我会听到这么一个,好像你还是觉得这是挺重要的, 然后,你会去跟别人有这个讨论,甚至赢这个岛给我们。 就是,赢了这个考虑,就是这个是否我给你分析了。 如果不重要啊,就是吗? 你会持续的接受别人来挑战你。 我觉得有些,有些人我是很看重他到底,就是是不是,我只能想让他,就是理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所以,有些人来说,我是确实能不能理解我这个决定,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好表达。 就是,你表达清楚为什么在那边在做这个事情,而他更不是一个不理智的,就对我来说。 但,很多人的,比如有些其他人的,可能我不会去跟他,有些人我是很不理解的。 对,因为,就是,不是这么说,我们在,就是一个问题比较具体。 然后,可能在工作的情况下,之前有,我可能有一番有的,反正说,但我,至少我刚才听到这个,是有一个观察。 甚至,比如说,对于你很在的这些人,就,你是不是觉得是非常必要,去让他们能够一定要来,你也是要把这个事情,是他们的事实非常重要。 我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 或者,简直你,可能我不知道他也能。 问题如何? 我也不会哇。 associate professor subj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因为,我我跟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起来了正在,在我在大队 当老师的时候,正要出来, 冲 leaves with a lie 冲 Hertz question 我就 stability 我自己現在的經驗大概是這樣的 其實外面沒有人質疑你 只有當你自己質疑你自己的時候 你才會聽到別人在質疑你 聽到那些重要的人在質疑你 所以你所有的解釋都不是向別人去解釋的 都是向自己去解釋的 然後關於身邊重要的人 就是那些我特別看重的人 實際上當我身後看真面目的時候 我體會到一個就是 其實當你相信自己的時候 當你不再治癒自己的時候 他們也就不再治癒你 就是其實本質上來講 沒有人真的關心你的決定作者 他們只是擔心你對自己有擔心 然後當你決定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多犯不處理自己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覺得 其實在這些事情上 沒有一個所謂理智的選擇 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是 就是絕對這種決定 絕對錯誤和生理和理智 就我覺得我們在做什麼選擇的時候 其實理智 而且我學習的自己成功呢 我覺得學的越多你越覺得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 沒有什麼你的選擇或事情 或者學習的 真的是按照你的理智來做的 你後面會有更大的 有一個渴望不處理智 所以你這個這件事情 不一定的時間也就這樣有東西 讓我想做分享一個 我覺得我現在有其實 有一個方向面對一些 其實是面對一個特別困難的事情 我們一個朋友 他當時講的話 我就特別打動我 不說 因為我們在猶豫嘛 就是做做這個決定 做這個決定可能有這樣的風險 如果不做這個決定 可能有那樣的風險 然後 而這個東西其實我們 不管問多少經驗的人 其實沒有一個人 就確定你答 就和你人生遇到的 其實所有問題都一樣 但是他是當然這麼講的 我當然想試圖 從一個理性的層面上 分析一下立體 他說 他說這個事兒其實你不能想 因為如果想的話 他有一萬種可能性 這個事兒是做不成的 但是呢 一旦你做了這個決定 你所有的經歷是 試著把它做成的 這個 就大概是人生所有的 我比合工會賣雞湯 但我自己覺得 就大概是人生 可能最重要的東西 做不成 所有事情都很困難 然後 唯一的就是 我做這個決定 然後我盡可能的把它做下去 這個和其 剛才回來那個 朋友問關於現金獅子的事情 就是一樣的 就是前兩天 我記得在獅子上 能看過這個問題 並沒有回答 但對這個問題 就是很有意思 他說 就是說 我家傑青是一個正式取校 然後他說 所以我想問一下 我到底應該成一個攝影師 還是應該成一個攝影師 還是應該成一個攝影師 然後 但我覺得也是 這是一個人生選擇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哪個都很困難 就你拿這兩個選擇比較的時候 它確實是可能從現實層面 有一個理智的機會成本的問題 也許攝影師可能受證的 然後你更多 而現實也不知道這個未來是怎樣 像是 我想說是幾乎所有人 在面臨所有的問題 或者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都非常困難 原因需要做的就是 下定決心 然後 把它做成 相當壞 你來講 不然你看 你來 你去講 我 我重複幾句 點例說的話 我聽過一個英文的場面 他說這樣 一般人呢 是 try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可能更好的一個方法是 make a decision then make it right 我先做一個決定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正確 來,你先 謝謝 我們剛才說 就是 我們行動應該是 一路錯到 這個 就是 怎麼樣 什麼樣的行動 可以一路錯到 這個 要不是越先越做 我覺得 我其實說大家 對鋼鐵直展的這些模型 都還挺感性的 它是這樣 就是你看剛才那個 整個一個趨勢 一個想法是 你每一次可能都會錯 但是實際上 你是在不斷的提高自己 做正確的概念 這樣 當這個 這個遊戲 遊戲玩得足夠長 其實就會正確 就好像你看那個 那個 制定幣的曲線 剛剛可能都一直 在電腦物理下 你可能理解為 一直輸 一直輸 但其實足夠長的話 你要相信 數學 相信 law 它不是個law 它肯定是我其中 會歸君職 它會回到一個 英勇 人們還是 蘇哥 聽你分享很有收穫 然後我聽你前面講 是比較藝術的 然後後面那件 那個 韓道的一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 常維正好 我自己好像覺得有點像 西方說的那種 走殷勤之路 然後我就想說 生活其實是很艱難的 然後那條 英勇之路上 如果 比如遇到自己 堅持不住的時候 或者 覺得 不知道怎麼堅持下去 或者有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能讓自己 再走那麼 你看 不過 真堅持不住 其實要不就我就解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堅持不住 我覺得這個 也是你的 你的身體 或者你的心裡 告訴你的 這個我怎麼也不見得 就是過天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是 但我想說這樣 人生真的是 你看 天下所有的 紅心啊 或者各種紅地 優娜這些 都說人生真的就是很苦 所以苦 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就 我就在可能 也不見得有一個預期的時候 我就 做一個決定 就一 老二 我一旦賺多少錢 我就 就 我從此幸福的 生活在一起了 或者我一旦 取到人家一個名語 我就從此 這幾乎是肯定不可能 永遠的幸福 就是一直 一直幸福生活在一起 有很多事情 所以可能 我覺得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 神話成書啊 《如今宗之路》啊 我覺得這是更別奇 就是前人也總結了 數萬年在這個程度 那就是很苦 但如果你勇敢面對的話呢 你只要可以選擇的 什麼樣是苦 承受什麼樣的苦 並且 可能意義 反而是從中獲得的 而不見得是說 來自於很幸福的這個 就是 我是白衣摩爾 然後 白衣摩爾 對 其實是很興奮 但其實現在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的主題其實是 就是 如果做一個正確選擇的話 其實我的問題是 就是如何定義正確 就是我覺得 如果定義正確 這其實是一個 很難的一個決定 就是 我覺得大家其實 在做決定的時候 難 不是因為說 要做這個決定 而是說是 擔心做完這個決定以後 會後悔 然後會影響我後面的一些 其他的生活或者之類 然後這時候 其實我想舉一個簡單例子 就是在可能80年代 70、20年代左右 就是我父母那一輩 然後就當時在一個小城市 一個本地 然後大家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都希望進入到一個 大國企 央企 然後這種 然後進去以後 那時候就發明發明 然後大家覺得 在那個當下 大家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順利的選擇 可是到了90年代左右 然後突然一下就開始下海 然後買斷 然後當時就很多人選擇 比如說 給當時的20多萬 然後讓你去選擇做買斷 然後買斷以後 那些人就沒有了工作 然後有的人拿這個20萬 然後就揮霍了 然後就變 從此以後就變得再也沒有工作 然後也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然後大家覺得那時候 他可能是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 後面就真的不好的 但有的人拿了那個20萬 在北京買個房子 然後那時候 然後所有人都覺得說 啊你用20萬 雖然把人反過我 你真的是太 你這決定太糟糕了 然後就沒想到 到今天 然後他們就變成了 千萬不崩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每一個時期 很難定義這種正確 然後 所以我就想問風哥 就是如何定義正確 且就是能讓自己做這個決定 以後 不是那麼難後悔 其實比如說你剛才舉個例子 我覺得你跟我說其實是有個假設 就是正確就是 財富有一定保障 對吧 你已經做了這個假設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合理的假設 其實大家對正確的 正確有很多種 但大多數我們對正確的理念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偏差 我希望健康 我希望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關係 然後我希望有一個財富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沒有別的不談 至少這個是一個可以還是起步的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真實的一個東西 但回到你剛才說的 就像那個卡狀家那樣的 突然說會move down 對吧 這個可能真的是 這就是回到可能人生一些苦 不是不是 佛教的這個 生理就是苦的 生理就會有變化 我們留戀一些東西上變了 就沒有了 就是一種 原來就是我們以前的世界觀是這樣 突然說會move down 然後你沒有這個 就是我都有兩點 一呢 它是鋼鐵人家那個角度就是 它社會變化其實它也是有端倫的 我本來這個tit中其實有一點 有海旺人家寫的 就是你的門要經常打開 這是來自於那個 Richard Heming Richard Heming 是資產機界最為著名的一個太陽 他以前有一個特別著名的講座 他說他以前在貝爾實驗室 他在貝爾實驗室特別懷疑的地方 出老公的那邊 墨獎 他就觀察出什麼樣子都獲得墨獎 你光看他們聰明 沒辦法 他個個都是人精靈 他就發現什麼樣子 就是 這是美國可能有十年代的 他發現大家都在貝爾實驗室裡 有些人呢 每人都有自己一個辦公室 有些人在辦公室呢 就都是虛眼的 但他也不安然 但是他不鎖上 或者他給你感覺還是邀請你進去 有些人是把門關上鎖上 然後自己專注研究 那你看短期的時候呢 這些把門鎖上關上的人 沒有人打攪他 所以其實他的產數是更多的 但如果你看一個更長時間的話 比如十年二十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 開著門呢 經常有人記得跟他聊一天啊 可能受酒後雷的啊 講一些八卦小消息啊 等等 所以經常會打到場 那你發現二十年之後 你發現那些把門關著鎖著的人呢 他產出很多 那他多少會老師 他的研究方向老師 off了一點 老師錯了一點 那些把門打開的人呢 就特別敏銳的能感受到 什麼是最熱或者最有希望 成立的地方 而能夠他們效果的明顯在他們的本領方向上 就回到比如說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 像那個一九零四年 他那個取消 那叫不是高考 那叫什麼 對 科學學校 後來我其實細研究了一下 其實在差不多十年前 就取消了一次 但當時呢 那叫什麼土地特大會 又黑布 然後呢 在這過程中其實是有一些改革 就是 哪一年 什麼增加了考數學 但是又取消了 但是你能感覺到 你想時間也不是一個 其實你能感覺到 實在是在變化 這時候你是怎樣一個態度軍艦隊 我就直接影響到你後面的那個 所以 國際海外也不是一天 就是我沒有經歷過那些 但我相信前面也說有很多 所以你要把門開了一點 讓新的信息能夠進來 就是這是一個可操作之前的 但回到那個點 其實我們做這一切 就是各種大科學 總有一種改革 就是我們最終會一看 啊還是 我好像每一步都做對了 我還是做了一個 可能很多錯誤的決定 怎麼樣一個我病不滿意的人生 那 這我就可能真是回到 人類存在的那個點 就是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的每一步 就是你的意義 可能最終還是要來自於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都僅僅是這個事 我們最後兩個人 謝謝 這是 這是我 我這次挺期待您能回答一下 這我可能會問得更加接觸器一些 就是比如說當我們想改變成更好的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在其實大部分我們會面臨 就聽到一些概念 比如說 我要用花多少錢 形成一個新的習慣 對吧 比如說我要每個月讀多少本書 一年讀多少本書 或者我給自己定一個職業上目標 我每個月賺多少錢 我用多少時間來達成 這個是您剛剛說的就是定目標 事宜 對於Loser來說可能就是這麼一個思維 那對於一個Winner來說 他會有個系統 沒錯 但我覺得這兩個可能也不是兼容的嘛 就是剛剛有一個名女士問到 就是我們有一個系統 沒錯 但是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我們肯定還是會有一個 我想到更高一層 怎麼去達成 然後今天我聽了您的整個演講 我收益非常多 但是我還是會有一個GAP在 就是說我會覺得 像你們這麼 比如Dandy 或您這麼成功的人 沒有這麼好的學歷背景 但到了人生 比如這個某個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 嗯好像他的意見 或一個成功人士的意見 好像跟我會有一個战在 那我可能會把這個問題問得更聚焦 比如說對於我這樣一個活人 一個真實的一個人 我面臨的狀況大概可能大差不差 是這樣 比如說我今年定了三個目標 比如說第一個賺錢 我想大多數人都有這個目標 第二個我想健身 我想瘦一些 健身 所以比如說是我的一個目標 第三個我又想說 哎我英語我想好一些 可能我會代表一部分人 那您覺得像我這樣一個 比如說我的 我目前對我的工作工資還OK 但我也想提升嘛 那對於我這樣一個人來說 你覺得這個年度目標 比如說定三個合適 還是定一個 一個合適 還是說 這具體的 您能不能給一些 因為我聽過很多種說法 比如有人說 一個習慣要什麼 二十一天不對 三十天也不對 然後怎麼著 然後或者說極簡 因為我也是極簡主義者 有人說極簡 那你 其實重要是只有一件 那是不是你的目標要縮減 還是怎麼著 就是這個系統很多時候 是在封撞的 可能每一本書都在告訴我一個系統 或者告訴我說 我現在系統有什麼要增加什麼拆解 就是每天 有些時差的 這個我就這樣 就是 每個人情況 比如說你受到這個 你現在承擔的責任 什麼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你說OK 也許我能跟三個目標同時來 你試一個月吧 你看到World 你看自己有沒有在這些方面 都 這個 運用目標 有沒有進展 如果不World的話 你就減少 你就換施令的方法 也許不World 也許不World 可能只有 就是我其實想說 如果您是這樣的年輕人 換位置法 您會做 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如果我想定健身目標的時候 我操作很簡單 比如說我有些親戚 他們和表弟 我就經常跟他一起玩 然後他就經常練 我那天去健身 然後我就開始健身 我因為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個特別痛苦的事情 比如說我如果在做這個事情的話 我就會 有什麼問題 但我覺得一個原則 一個 我現在覺得是 事半功倍 效果好 所以我說還 立刻能見效 就是 就 你慢慢就不成功 你慢慢就不成功 你要成功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 你慢慢就成功 這不是一個 我覺得 其實可能反而不是一個 你覺得說 我 我就有這麼多意志力 然後我要把它平均分類 還是把它關注到一點的效果 可能 我的經驗來說 它不是不見得這麼玩 可能是那麼玩 OK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講的就是 怎麼做正確的選擇 但是我就是一個糾結 考慌 做不了選擇 就是一個事情 有兩個選擇 今天就要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做了兩天 分三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要回去再做這個選擇 就是我永遠 就是我生活中 很大一份 這個搖擺不定 一直搖擺 然後就很痛苦 但真的是 就沒有辦法做選擇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是說我沒有一個 很一致的判斷標準 還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辦法做選擇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這種情況 我也整天 就是我自己 也經常遇到這種情況 很多 但是就是 我是覺得 就是你會有很多這種情況 但是你帶著最後 都會有一個確定的情況 但是剛剛解釋 你說你 確定了這樣要做 然後你就一直決心 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就不行 就是 從來都不行 就是 永遠都會回去 我一旦做了A選擇 就會想 B選擇是不是更好 要回去做B 和到B的時候 我又回去到A 就是 一直都會這個樣子 我的感覺是 這個後面可能還是 是不是有一個更深的一個東西 在裡面 就跟你面前要面對的這個B 之間的得失可能都沒有關係了 這個如果可以更突然想說 成為你思維的一種模式 可能 就是 有個字叫 特別害怕 會 特別害怕 會 做什麼 特別害怕 因為 我從前一會兒下來走 但是最後 我覺得是應該有一個更深的一個原因 可能是要 比如說 跟你的諮詢師 去討論 他能夠幫助你來發掘這個東西 如果說這個是你 做學生中非常一致的一個現象 對 確實 還有一個 有一點好奇的問題 就是 你這個講 分了兩部分 一部分是很鋼鐵之難 後面就是比較偏向感 對 就變了一個畫幅 就是因為我是學功課 就是我周圍所有的人 大部分人 都是 就只處在前半部分 而且完全不會意識到後半部分 就是我想知道 你是 在你學數學的時候 就有後面那一部分 還是有什麼事情 讓你感受到後面那一部分 對 對 問題 我能想到有兩部分 影響比較大的 一個是 我有一位很好朋友 叫 而且他剛才發現 大家看過 其實還是非常 非常直擊到你的一些東西的 所以我和我老婆 也不完全開玩笑 就是我說 其實並不太吵架 因為剛要開始吵 我就很快地意識到自己錯了 還有一個呢 是我在讀書的時候 就在讀MBA的時候 我上一門課 這門課呢 它包裝的是 MBA的考量 包裝的是 領導力啊 管理能力啊 溝通能力啊 這樣子的 所謂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叫做 組織行為學的 大家可能聽說我的理解 但其實呢 我去上的時候 它是有很多 團體的資訊 很多設置在裡面 比如說我們 都會固定的十個人 還好幾個小時在一起 大家就討論 此時此地的這種東西 這些細節就不說 但是其實是有很多 團體的資訊 很多元素在裡面 這個確實是給我的一個 我們進行了一個學期 但是過程中 我的自我認知 就是拿到一個技術級別的 一個增長 所以 這個是非常改變我人生的一個東西 包括我們 你看 我讀書 讀那個時候都二十多 都分三分去的人間 你到那個時候 其實思維是很 挺固化的 你想改變是不容易的 但是 這個就是改變我的意思 而且 之後我們 可能這都畢業了好幾年了 我們一些朋友在一起 大家也聊到 當時這課其實 全忘了 唯一現在想起來 現在還深深影響你的 就是當時的這個 上了這個課 所以就是 所以我說到 心裡的很多東西 是非常 是非常值得去投入 去多聊天 甚至去體驗 因為 如果你現在對自己的 比如說人生不管 你覺得可以 可以有個不一樣的 一個東西 不一樣的生活 你對自己現在的情況 是不管的 可能很多情況是出現 其中一張的一個標題說 是 就是 你心裡上的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卡 那這個 心裡上的這種 東西其實是非常 是非常有盲目的 真的能夠 鋼鐵真的能夠 改變你的 改變你的生活 不過說到這 我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 你拿在上課的時候 確實大概有 就不高 很小的一個比例的人 就是他這一門課上完 就剛說一個 組織行為學生 他就不給你 真的是不給 然後這幫人 還是有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 profile 比較典型的一個特徵 就是 做金融的鋼鐵指南 好像是 就會有一個很小的比例 他真的是不給 所以可能昨天有些人 真的就做不給 但是大多數人來說 通過心裡的這種 通過干預 學習 其實是能夠得到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持久的一個感應 OK 這就是今天我們 跟大家的一個 我們說 大概今天我們接下來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接下來再可以 我還會在這 然後我們 大家可以在這 所以今天 非常高興 大家來 這是我們這個 豐哥講座的系列的一期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 希望給我留言 跟我們來訪會 然後我們下次活動 希望再見 如果你來的話 希望你帶一個陌生的朋友 就是 對新史陌生 帶一個朋友來 一起 謝謝大家 我們有一個 合影的一個環節 我們帶一起來 拍一個合影 那就請組織一下 我的軌 Industry 是的 各位 員工藝 對新鮮 我們來訪問 有一個